OK,那下一個就是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就是交由我們的副總召 好,嗨,來來來,有小弟我為您服務 有個人在現場改投影片耶,好厲害喔 這是我看到最狂的耶,直接在台上改投影片耶,嚇死我了 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可以嗎? 可以齁? 好,可以,不好意思我還以為剛剛是Lighting Talk 喔,還是妳現在也要Lighting Talk 我可以幫妳倒數五分鐘 我們打算要頒個二十年,對,我們要慢慢頒 等一下喔,我剛才聽到的是他想要繼續辦二十年 我聽了,我有沒有聽錯啊 Alan,我們有,對,他說他要繼續辦二十年,我等你 我等你 好,那各位,等一下的頒獎,HECOM Community 2017的頒獎典禮 一起上來為妳頒獎,那現在將麥克風交給我們的師姨 好 我宣布,Badge Challenge大賽頒獎儀式正式開始 那繼Alan探食者解法之後呢,接下來我們要頒給最強的皮卡丘抓寶囉 根據今天公布的結果,我們將頒發給前三名 首先呢,我們歡迎第三名 請至R鈴右前方 第二位 妳,妳是第三位,所以妳有個禮物 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二名 NFS 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一名 我們請頒獎人大Alan上台 來 好,恭喜妳 第二名是NFS NFS 是U OK 我想問一下,妳為什麼可以抓那麼多寶 妳是今天在抓的嗎 就是其實 其實都不是我在玩的 當 就是當妳認識很多人 然後就有人很閒沒事做 妳就把Badge交給他 然後他就會 幫妳把所有的Pokémon都抓回來 不過我們有一個規則是 要用自己的Badge抓喔 都是用Badge 因為我們要檢驗Badge 因為我們有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的Badge抓得保的那個Key 會寫到我們的Badge的記憶體裡面 然後那個記憶體是洗不掉的 好 對對對 待會要驗一下Badge 好 那恭喜妳 那再來是這個 第三名是 第三 SakeBadge Badge SakeBa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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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Good luck 好 謝謝 請大家合照 請大家合照 好 好 我們謝謝頒獎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MiniWorgan大賽頒獎儀式 請MiniWorgan負責人ORANGE 我們歡迎ORANGE 她投影片是什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年負責 我跟Angel Boy負責今年的MiniWorgan 那今年的MiniWorgan其實出了很多有趣的題目 例如說有經典的遊戲題的踩地雷 然後以及有懷舊的DOS上面的題目 那接下來我們來頒發今年的前三名 那首先我們頒發第三名 我用念的好了 D3VC0R3 D3VC0R3 許群快點啦 現場改投影片 大家給她一點時間 D3VC0R3 許群快點啦 D3VC0R3 O-N-N-N-Y-W-A-Y 以色列的朋友 第一名是Lazy Hackers 出現了 D3VC0R3 那我們歡迎前三名到台前 D3VC0R3 D3VC0R3 那班就在誰 D3VC0R3 那班就在誰 D3VC0R3 瞬間改完耶 D3VC0R3 請Elon 我們請Elon頒獎 D3VC0R3 請Angel Boy頒獎 D3VC0R3 我們請Angel Boy頒獎 D3VC0R3 D3VC0R3 不好意思啊 我們施宜第一天新手上路 請大家多多關懷 D3VC0R3 我們現在請 D3VC0R4 D3VC0R3 D3VC0R4 D3VC0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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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這 這不是另外一個ID嗎 奇怪 那我們 我們的負責人有要求說 要分享一下 你最印象中登課的題目 還有你的心得 我们是公司同事 我说我和公司同事一起比 我们很久没有上来 因为我们都是打web的 没想到这次web全解完 然后就第三名了 所以终于web狗 大家我们底下的web狗 然后比较印象深刻了 就是有一题 out of box 它其实在解Node.js的sandbox 要绕出来 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成功拿到share 那这题其实我们能够解 其实也蛮感谢前几个在解的人 因为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的有特色 它其实是一台机器 然后你拿到share之后 你要照相 然后它有一张写的卡片 然后你要照到它 然后才可以拿到答案 那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叫 我们根本不知道要照相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要感谢前几个解的 然后它刚好在它的夹目录放了一张图片 然后把图片抓下来就得到key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都是web狗 但我们同事刚刚 有一题刚刚有讲到的踩地雷 那来看看我们web狗 怎么来解踩地雷这一题 就是其实我们踩地雷 它要过关是要这样子的 就是它连续踩中棋子 踩中25个左右 22还25个 踩中这么多个连续踩队才可以过 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踩队一个之后 用VM然后snap shot起来 然后再来呢 再来就一路一样踩到踩20几个 然后我们就拿到key了 大概就这样 这就是web狗的玩法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请Alan Ong颁奖第二名 那我们一样请第二名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还有你印象最深刻的题目 喂喂喂 就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2013年 那时候好像是最后一次出现Wagen 那我一次觉得Wagen是非常好玩的东西 那这一次题目我觉得最好玩的是Reverse里面的踩地雷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玩Reverse这样子 那踩地雷我的解法是就是因为我用CE去Engine 然后看说它里面有一个heathen的module 那我就直接把它dump出来 那我再来解的过程有发现 因为我之前有玩过 就是直接用Credit Engine去看正常的踩地雷 我有分析过 所以我知道它有一个static的map 那我在里面就有看到说就是主办方在里面做了手脚 在后面再append了一个新的map 那我去把它一个bit 一个byte freeze起来 然后就解出来了这样子 掌声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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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Cue你另外一件事情吗 我可以公布另外一件事情吗 就是你头上那一个可以吗 你头上那一个 随便喔 那个 那个我们 我非常感谢他 因为那个免羊抢是我结下来的苦 很痛苦的摊子 然后最后呢 感谢他帮我把免羊抢的顺顺利利的弄起来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免羊抢 好像都没有挂掉过 他就一直都活着 活得非常的好 他帮我修了一大堆的奇怪的bug 所以感谢他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Orange 为我们的第一名进行颁奖 我检查一下镜头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需要去拍摄的 好应该没有了吧 那我们一样请这位队伍帮我分享一下印象最深刻的题目 还有你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 那大家好 就先谢谢HECON举办研讨会 还有谢谢就是出题人员的出题 那我一样来分享一下踩地雷 那其实踩地雷我是打开的时候 我算比较幸运 就是我有先踩到几次正确的 然后就发现他的Random不够Random 就是会出现在特定的位置 所以很容易会猜到几个字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有先按到 就是前三个字是TH1 所以就想说那他的Frag应该是 The Frag is HECON什么东西 然后就把这个去那个 IDA Pro里面看到就可以Dump出 因为他没有把它排列 就是那时候想说应该有一个地方去存它每个形状 然后在这里面 IDA Pro里面就可以把那一串Dump出来 因为他没有做SOR这样子 所以就把它Dump出来就解出来了 好那 对 对 对 exactly what I'm supposed to say now but a few words about the crypto challenge so you get a CBCAES ASCBC mode and you have some commands you can run basically I don't know if you've seen it I guess most people had so you can you control the IV so if you control the IV you can start you're talking in an encrypted mode you don't know the key but you control the IV so you can just start brute forcing byte by byte and reading the message the first block then you need to get the second block and the second block you need to actually trim the first block and you're luckily you have these commands echo and MD5 and all these commands you skip the first four bytes so you can apply them a few times and then you can remove for example 12 bytes and now the next 16 bytes the next 12 bytes will be in the first block again so you can start doing the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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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te forcing and this is how you solve this challenge more or less yeah I think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challenge it was fun to solve so thanks to whoever made it 好那現在我們請MiniWalkGame的三名前三名然後跟我們主辦兩位ORANGE跟ANGELBOY我們一起拍一個大合照 來看上面看著我們最最大的攝影鏡頭 那感謝我們私藝土圖還有感謝我們MiniWalkGame的得獎者還有工作人員那今天他們有另外一個頒獎是HECON KB2007的現場 獎獎獎獎勵計畫那我們接下來會請DIN來幫我們協助頒獎的流程 大家好我是DIN DING然後我們其實HECON有個計畫叫做HECON Knowledge Base 那HECON Knowledge Base主要的目的就是說比如說我們喜歡在網路上寫一些文章那他就是一個文章的集合平台 那關於這一次HECON Knowledge Base 2017的現金獎勵計畫就是我們提供一個計畫就是如果你願意分享文章 然後投稿到我們的這個計畫裡面我們就會頒發獎金給你那其實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這邊有很好的評審也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所以希望你們有空的話或是有熱情的話就可以把文章投稿上來 然後我們會給你很好的建議然後幫你發布在我們HECON Knowledge Base的平台上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歡迎前三名的朋友來上來領獎 然後請大家給他們一個點掌聲 OK OK 我會報 我從第三名開始 對第三位 對第三位 那我們的第三位是DUCKLL 第二位囉 接下來第二位的是HONC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他們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好 好 那今年的頒獎典禮到此結束 如果你明年想要一樣站在台上的話 那請繼續關注明年HECON的活動 那接下來將是我們的閉幕Kelosi 那我們歡迎總召Alan來為我們閉幕 謝謝 好 各位好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努力地在培育很多新人上台 好 各位好我是總召Alan 那很感謝呢 我們今年HECON community2017圓滿結束了 那在這邊我想要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好奇我們的Logo 上面有一個slogan 有一串亂碼 有人解出來嗎 有解出來請舉手 沒有 我就說不會有人解出來嗎 對不對 好 這一段就是我們的slogan 那它解碼出來 我先跟各位講個答案 答案其實就是我們今年主要的一個口號 就是 Regain the initiative 那這個意思就是我們今年的主軸 我們要化被動為主動 我們要重拾我們主動的這個態度 才能讓我們台灣資安變得更好 那或者 或許你們會覺得說 奇怪這到底怎麼來的 有人會覺得說 是什麼BES64啊 是這個 是這個凱撒加密啊 其實 不是 它是一個Affine Cypher 然後它的長數是2017 跟我們的第13年 我知道這個可能有點猜謎 所以這個不是Worgan OK 好 這是今天的解答 好 那今年是第13年 那請問各位 各位你們在今年得到一些什麼 那我們很快速簡單的做一個回顧 好 今年度呢一樣 大家非常非常熱情的參與 那參與的人數真的是突破新高 而且呢 重點是我們的售票很早就售完了 包含說我們的門票跟我們的這個 尊榮票 但是呢 還不斷的有人來信說 請問還可以買嗎 還可以買嗎 直到我們前天早上還有人問說 請問還有票嗎 好 甚至還有人就直接 真的還蠻厲害 他說 我已經飛來台灣了 但 還有票嗎 這樣 我這個 對 所以當然 HECON這麼多人參與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那 但我們場地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 以後還是請各位請找 那 經驗度也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議程 那當然我們很感謝兩位Keyno 包含吳宗辰老師的Keyno分享 是講有關人才培育的 那我想大家都認同 資安的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大家一定要有下一代的傳承 才能夠讓台灣的資安變得更好 以及呢各位很熟悉的OLENGE 他所提出來的這個SRF經典的組合劑 那這個各位終於聽到它的完整版了 那今年的議程我相信各位都非常非常的享受 那當然我們今年也嘗試用了一個onconference talk 感謝IDLESON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同時呢我們也有一貫的奇葩獎 那向各位介紹很多這個很有趣的奇葩新聞 那最有趣的是呢 今年度我們有個特別的這個就是我們的毛利小五郎 欸 不是毛利小五郎 也不是阿利博士 是生氣保衛大師 掌聲感謝大愛人 好 今年度的背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想這個也是Heat out一個很棒的嘗試 能夠讓各位玩一下 什麼是電路版的背景 而且呢裡面的題目啊 裡面的比賽 抓寶的遊戲都很好玩 不要哭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那其他活動呢 我們也嘗試 我們活動組嘗試設計的更多更多有趣的 現場經驗度有個叫受业者行動 那你們會發現呢 在會場那一大堆有個奇怪題目的貼紙 或者是沒有寫選項的貼紙 那上面會說 你只要撕下來 然後回答 在Facebook上貼文 那就會得到一些 就可能可以累積得到一些小禮物 那但是有人抱怨說 Facebook洗版太多了 整個牆全部都是講Heat out 不過這樣才爽嘛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用意 當然經驗度另一個重點是 我們重新找回了Wall Game 再要感謝Oling 他有做一個Mini War Game Make War Game Great Again 那希望各位都可以享受 今年度很經典的Wall Game 那至於剛剛提到的貼紙呢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 今年度有沒有覺得貼紙很有趣 那其實也給各位看一下 有人沒有買貼紙 所以我們有朋友 特地錄了一個影片 就是裝到寶的樣子 它上面有按鈕 當你走經過會場那些特定的地點 或是特定的人呢 按一下 然後他就會把這個寶抓起來 耶 好 那順帶一提呢 這個電容板下面的那個小手機架 是我們的一個合作夥伴Dibute 他們所提供的小禮物 當然呢今年的背景這麼的精彩 那我們也發生了一些慘案 就是 在第一天的這個搶購背景的過程中呢 有發生了疑似抗議現場的感覺 好 但是我們工作人員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請各位以後 請善待我們的工作人員 紀念度的另外一個大重點 就是我們的一些經典的設計 像我想各位都有拿到紀念度 我們形象組所設計的T恤 那真的很多人說 今年真的是史上最美的一年 就是我們的T恤 我們的設計非常非常的棒 那除了T恤之外 我們也有我們的 淘金等等的一些裝備商品 這要感謝我們的形象組 大力的去設計 以及我們的紀錄組 拍這麼精美的一個照片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淘金 而且我們今年的Logo 是要有速度感 就是這樣 好 我不知道是怎樣 至於HeatCon community 我們就是一個community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跟更多不同的社群 不同的研討會 跟不同的一些朋友來合作 所以我們呢 有一些合作夥伴 包含BimboFox 然後他們也是有些challenge的題目 來讓各位玩玩看 感謝BimboFox 以及呢 我們有個攤位是UCCU 他們的一個開鎖 開鎖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研討會 像比方說DevCon 他們也在現場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包含說開鎖等等 那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有趣的活動帶來台灣 感謝UCCU 以及呢經驗度你們也發現 奇怪怎麼好像有別的社群 別的研討會來 來這邊擺攤啊 來這邊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其實我認為呢 研討會並不是獨立的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很友好 或是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那可能我們HeatCon在北部 那南部的朋友像MobCon 我們也很期待 也很感謝他們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以及呢TDOH 那他們的社群現在是 逐漸越來越棒 然後他們也有自己的Conf 很值得大家一起去參與一下 那這幾年我們也嘗試了 我們有請朋友大中 他這個叫做咖啡意識 還有一個手沖咖啡 不知道各位今年有沒有享受到呢 至於HeatCon Community 這幾年的主軸都是 我們希望能夠培育人才 希望能夠做人才的媒合 所以今年度特地請了 請了Debut人才媒合平台 然後去設計很精美的 App的小遊戲 然後跟他們做了一個精美的禮物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享受到 那至於我們的人才招募的贊助商 包含支撤會 安華聯網 PC Home以及度天拍賣 QNAP Synology TL4CC 那我們非常非常感謝 以上的這個人才招募贊助商 然後能夠讓我們的活動更豐富 那當然HeatCon Community 其實就是一個台灣 我認為是自然很經典 很經典的一個盛世 所以我們有來自各地的社群好友 比如說HeatCon Girls 對 HeatCon Girls真的很棒 真的我們 我們有收到很多的 合作來信的邀約 就是 你好 我想要找HeatCon Girls 然後HeatCon都沒收到 那今年也很特別的是 我們有來自香港的朋友 那他們有 將近60位學生呢 來台灣參加 他還做了一個這個 HeatCon年會交流團 感謝來自香港的朋友 還有各個學校 像福大大學的黑客社 還有其他等等 那最後呢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 所有的工作人員 因為呢 一個這樣的研討會 其實說真的不好辦 那當然除了我們的 這個合作夥伴之外 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組長更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們 足以點名一下 也請各位 也可以給他們一點掌聲 有關公關組 那這邊會負責 例如說各位的新聞稿 網站 文案等等 這由公關組這邊來負責 那行政組 行政組呢 是HeatCon最可怕的一個組別 因為他人數最多 注意的事情最雜 他們有一個名言 今天是各大conference的行政組的名言 都一樣 就是 不是你們組的事情 都是我們組的事情 所以行政組真的是 像行政組 還有行政組下面的常務組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龐大 非常的辛苦 謝謝 HeatCon的特色呢 還有一點是 來自國內外的講者 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想各位都有聽到 有一些這個海外的議程 海外的包含說 英文的日文的等等 那你們如果有聽口译的話 就由我們最專業的一個翻譯組 所為各位所呈現的 請各位給他們一個掌聲 再來是我們很萬能的形象組 形象組 沒錯 只有兩位 就是 包含我們的 李宁哥跟Selok 那他們負責設計 我們的周面商品 我們的形象 我們的燈光 我們燈光的設計 然後以及呢 我們的周面商品等等 感謝形象組 至於活動組呢 包含說你們所參與的 各種活動的統籌 然後販售經驗品 跟我們官方的一些遊戲 全部都有活動組負責 請各位給予掌聲 那一個研討會 當然最重要就是議程 那當然 議程組這邊負責 講師的這個 講師的接待啊 然後講師的安排等等 然後各種各種跟講師有關的 都屬於議程組來負責 請各位給予掌聲 那在議程組的後面呢 Hecon協會這邊有一個 更特別的組織叫ReviewBall 那它負責呢 會去審稿 像我們會公布 Cover Paper的一個消息 然後會有ReviewBall的成員 來做一個審稿 包含說Hecon Community Hecon Pacific等等 那ReviewBall的成員 其實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們還有些人 是在海外 所以只有這幾位代表 所以請各位給予掌聲 所以會發現老面孔 都Upgrade成ReviewBall這樣子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 這些金美的照片 都有我們很專業的 一個紀錄組所呈現 包含說我們大會的照片 我們周邊商品的照片等等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紀錄組 設備組呢 今年會負責的是我們的 向各位上網的線路 然後呢 我們的電源 還有我們的設備的燈光等等 都屬於設備組來負責 請各位給予掌聲 好 最後的最後呢 就是總籌組啦 當然包含我總召 然後副總召 巡巡 還有我們的協會秘書長Turkey Orange Angel Boy 那我們就會負責統籌各種 這個橫向溝通 垂直溝通 還有處理救火等等的各種事物 所以非常非常感謝總籌組 最後的最後 這是我們這個 淚攤的組長們 我認為這個 所有的組長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組長的角色 除了去管理組員 把活動辦好之外 還有更多更多是需要跟人互動 例如說可能有些人是 可能很多人想要跟組長交朋友 但是呢 組長真的很累 所以雖然說他們 表面上是很開心 很高興認識你 但私底下可能是 天啊 我快累癱了 所以我們特地拍了一個 酷點照 當然呢 除了酷點之外 我們也要有一個很給力的照片 就是我們 感謝我們今年所有的組長們 讓我們今年的HECON 能夠如此的精彩 請各位給予掌聲 好 最後 我非常非常感謝各位可以參與 今年度的HECON community Thank you for joining HECON community 2017 那希望呢 今年的年底 的HECON Pacific HECON CTF 以及明年的HECON community 都可以再見到各位 感謝各位的參與 謝謝 拜拜